為了要讓幼稚的家庭 可以感受到肉粽這個氣氛 佳樂福新亞店特別在5月 坐的前一天館180個肉粽 來讓台南市實物愛心銀行 讓客人分行協助的民眾 可以在這裡的時候 來享受好吃的肉粽 佳樂福新亞店長期以來 關心社會工業 經常好職會完 做回來分享愛心 店長就說 很開心新年的鄉親 可以讓佳樂福有機會 來回饋社會 我們也非常高興 有這個機會來這邊做善事 那其實我們店內的幹部 捐贈這些物資 心情都非常的好 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幫助人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很樂意的 來參與這樣的事情 事物愛心銀行 是由台灣普立關懷社會來信接 理事長張惠峰也說 很感謝新亞家樂福 發揮愛心關懷學生 主要先來關這些物資 和需要的人 今天我們那個 台南的食物愛心銀行 西北分行 非常的榮幸 得到我們好處 逼我們的佳樂福 西銀店呢 非常大的支持 那我們食物銀行的會員 有很多都是邊緣戶 事實上他們生活在這個疫情 後疫情階段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那 西銀的佳樂福呢 是苦民所苦啊 知道他們的辛苦 所以一起來 幫他們 度過一個非常特別快樂的 一個端午節